Merrytale, Fairytale 玛丽说 照三餐被骂的爸爸 中间中间可爱家庭的爸爸 每天都会被骂骂骂 你可能觉得爸爸很可怜 但事出必有因 让我们观赏几个爸爸出球的画面吧 爸,妈还没上车 马上就坐在副驾驶座,怎么会忘记啦 花露驾翔 妈妈生气啰,爸爸完蛋啰 花露驾翔,要出发了,你又在大便 爸是绕帅喔 像猜啦 每次要出门的时候,这位先生就要蹲厕所 没关系啦,让他上啦 来,碧桃,你吃吃看这个橘子 按你再吃吃看这种的橘子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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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剛剛有聽到媽媽說他好像要出去幹嘛餒 沒有啊 媽媽手機跟寶寶都還在啊 那我去樓上找找看 我去外面找 媽啊...媽媽...媽...媽 啊...媽啊...媽啊... 拾什麼,他是在幹什麼啊 我們在找你啊 我剛剛出門前是不是有交代說我要去外面剪草哈 黃路迦祥先生 妳是誰 我是猪饼 喂 玛丽 今天这集你是借了哪三件艺术品呀 那个大师来要作品了呢 快点还人家 嗯 是哪间作品呢 就是这间作品哦 你一定在台湾看过这几何块状的雕塑作品 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作品来自台湾 也就是大师朱铭的作品吧 朱铭 本名朱川泰 1938年生 现今83岁 台湾苗栗人 说到台湾雕塑家 绝对不可能不提到的他 就是朱铭 朱铭大师的代表系列作品有 太极系列和人间系列 从他的作品中 就能感受到东方艺术的精神性 从形式到神式的创作能力哦 哎 啊不是啊 朱铭根本没有刻完呢 他都一块一块的 来 在继续介绍朱铭之前 今天玛丽香拉和你聊聊 关于美感的问题 我们就以艺术的故事艺术作为举例 今天给你以下两件作品 杜勒的野兔 和林布兰特的大象 请问 以下这两件作品 哪一件比较厉害 比较优秀呢 答案是 一样厉害哦 如果你用作品像不像 来判断作品好不好 将会失去非常多 认识好作品的机会哦 林布兰特只用了非常非常少的笔画 就将大象粗糙的皮肤 表现出来 你说 就是超级宇宙无敌厉害呀 再回到朱铭的作品吧 朱铭大胆的切出一块块的结构 简单却又精准的线条 就让人从作品中感受到 太精灯的速度 流线与力量 如果你想亲眼目睹更多朱铭的作品 一定要到金山的朱铭美术馆一趟哦 朱铭美术馆是朱铭本人 在1987年打造的哦 朱铭打造美术馆除了推广雕塑 更是要推动儿童艺术教育哦 朱铭美术馆设计了非常多 完整且成熟的课程 嘿嘿 这不是业配哦 马力完全不会雕塑 所以欢迎大家到朱铭美术馆 请叫朱铭大师 看看他那了不起的 传奇雕塑故事吧 笔陶 快把作品还给艺术家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